资讯软体厂瑞阳资讯今天是以每股56元来上柜挂牌 开盘是一度冲到了63.3元,涨幅达13% 最后是收在61.1元上演蜜月行情 而董事长张培庸他表示啊,今年全年的表现不错 预期明年因为疫情缓解会比今年来的更好 包括毛利率还有纯益率等也还没有到瑞阳的极限 有望继续往上攀升 伴随着铜锣声一响起成立超过30年的资讯软体厂 瑞阳资讯以每股56元在10号正式上柜挂牌 开盘一度冲到63.6元,涨幅达13%展现蜜月行情 而靠着数位软体、资安资讯治理、运维服务 以及云端与巨量资料服务等四大产品线 在后疫情时代下,瑞阳也迎来企业数位转型的商机 有时候要居家上班,或者是异地上班 所以这个数位化、资讯化 我们看到是一个比以往更蓬勃的发展 利用数位来让公司的营运来做转型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商机 摊开财报数字来看 瑞阳在近三年来毛利率、盈益率以及纯益率都节节攀升 其中纯益率更是从2017年的3.85% 一路上升至今年上半年的9.17% 成长幅度惊人 因此顺着数位转型的趋势 展望未来,董事长张培庸更看好 随着疫情趋缓,明年毛利有望再攀升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状况是比去年的上半年都要好 纵观全年我们应该不会差 循着这个趋势应该是会排不错 那至于明年,我们觉得应该要会更好才对 根据IDC指出,全球数位转型的趋势 到了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6.8兆美元 因此瑞阳明年将加速海外布局 首先瞄准日本以及东南亚 像是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 预计和作业系统业者合作 进一步强攻国际市场 记者林威信林家宏,台北采访报道